她們怕我長期睡覺 應該是 但不知道真恐是誰 好 大家早安 網上的大家姐妹早安 我們今天來看希伯萊書的第二章 希伯萊書很特別 昨天我們看了第一章 希伯萊書其實就是給一群希伯萊 猶太的信徒來看 是堅固他們的信仰 所以她在希伯萊書裡面 有很多很紮實的信仰的根基 也值得我們去思想 值得我們好好地捉住 這樣我們的信仰才能夠穩固 因為這些猶太信徒當時受到迫迫 於是他們有一個很大的誘惑 就是回到猶太教 可以避過羅馬對基督教的迫迫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希伯萊書一開始 其實頭三章是很特別的 她就是從頭三章的一個觀點 進入整個信仰的核心裡面 這頭三章如果我們細心看的話 昨天我們看了第一章 其實第一章的重點是什麼呢 第一章就是告訴我們 耶穌比萬有更大 所以耶穌既然比萬有更大的時候 我們怎麼能輕易放棄呢 猶太人你們已經知道了 你們應該要相信 你們應該要體見 應該要知道耶穌比萬有更大 所以他值得我們 付上一切的代價來跟從 還有耶穌既然比萬有更大 沒有東西可以叫我們放棄耶穌 有這樣的體見的話 我們面對苦難 就更加有信心走過 並且 耶穌既然比萬有更大 一切都在他的手裡 他自然能夠保守我們安然的度過 這個就是整個希伯羅書 第一章的重中之重的信息 第二章 今天我們要看的這一章 又說的是什麼呢 其實第二章 所以要說的是 耶穌比天使更大 所以第一章 耶穌比萬有大 第二章 耶穌比天使更大 我們明天再看一章 就是耶穌比摩西大 這三樣東西其實就是猶太人緊緊捉住的 這三樣東西也是猶太人 趋之若無地想去追求的 但是這個希伯羅書的作者 一開始就把這三張王牌都打成 砰砰砰砰 耶穌比萬有大 耶穌比天使大 耶穌比摩西大 還有什麼好說呢 我們今天就看第二章 耶穌比天使大 我們先看一到四 我們分段先 一到四節一段 五到九 然後就是第十節一路去到最尾 好先看第一個段落 小段落 一到四節 所以我們當愈發正眾所聽見的道理 恐怕我們除流失去 哪藉著天使所傳的話 既是確定的 凡乾犯撥溢的都受了該受的報應 我們若忽略者摩大的救恩 怎能徒罪呢 這救恩起先是主親自講的 後來是聽見的人給我們證實了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 用神的歧視和百般的義能 並聖靈的恩賜 同他們作見證 一到四節一開始就 所以 這個所以所指的是什麼呢 就是指前面那一章所說的內容 既然耶穌比萬有都大 所以我們就應該要愈發正眾所聽見的道理 因為耶穌比萬有都更加大 所以我們聽到的這個耶穌的道理的時候 我們就要更加的重視所聽見的這個道理 這個道理其實就是救恩 這個道理就是講到耶穌如何是神獨一的兒子 是創造天地的主比萬有都更加大 天地藉著祂而創造 但是 竟然祂道成玉身來到人的當中 所以祂的名稱為以馬來來 與人同在的神 道成玉身在地上行走全天國的福音 然後受死釘在十字架上 但是三日後復活 坐在至高的寶座之上 這個就是我們所聽見的道理 所以既然耶穌比萬有都更大 我們就要更加重視 正眾所聽到的這個道理 恐怕我們隨流失去 因為如果我們不重視 我們不僅僅抓住的話 其實原來有機會失落的 有機會隨流失去的 那就很可惜了 這個可惜是 原來我們有可能失落救恩 所以我們要鄭重 要重視所聽見的 聽見這個道理之後 我們要將它傳在心裡 不僅存在心裡 這個道不僅僅讓我們聽見這麼簡單 這個道更加是要讓我們走出來的 其實在地上這一段的時間 當我們信主 然後我們歸回天家的一段時間 如果你用一個工作來看的話 其實這是一個Probation 實習期 實習期 我們將來要上到天上 在這一段的實習期裡面 其實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我們信而得救之後 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努力活出基督 要讓基督的生命 在這一段短短的時日裡面 有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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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在我們的生命裡 當我們能夠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安然地返回天家 見我們的天父 那個永生的確具 會是鐵一般地落印在我們的心裡 聖靈的印記 會在我們的身上 所以這段時間 其實就是要我們 好好地提升我們的生命 讓他們的生命越來越像基督 就像保羅所說的 到最後 他說我活著就是基督 你想想這句話 是多麼有力的一個宣告 保羅為什麼會夠膽說得出 他活著就是基督呢 其實就是因為 當他遇上基督之後 他領受救恩之後 他那段的生命裡 的歷程裡 天天來努力 活出基督榮美的形象 所以到最後 他已經斬釘截鐵 自己很有信心 我活著就是基督 因為他所說的 所做的 跟基督已經沒有分別了 甚至到最後 他知道自己何時要離世 但是他是坦而無懼 他知道 他要去到他永恆的歸宿那裡 甚至保羅和我們最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清楚 只要他一放棄他的信仰 他就飛黃騰達了 他是甘心走一個謙卑 一無所有的道路 但是看似一無所有 卻是樣樣都有 這個就是那個分別 所以在這張聖經裡 他一開始就說 所以我們要愈發正中所聽見的這個道理 恐怕他們除流失去 要持守那一份信心 要認定基督比萬有都更大 所以我們要隆重其事地 來守住這個道 並且活出這個道 這個才是可以確保我們永不失的 唯一不變的道理 這個今天對我們的一個很大的提醒 就是我們不只是決了志之後 就等上天堂 那麼簡單 而是我們要努力每一天活出基督 這個才是真實的一個信仰 真實的一個信徒 應有的 不只是得救口 而是真的有生命力 去跟我們所得救的恩是相情的 結出我們的果子 跟我們的身份是相情的 即是我們既然領受了這個身份的時候 我們就要活得像這個身份 既然你已經繼承了一不可觀的遺產的時候 那麼你的生活就要跟上去 既然你已經被聘用成為這個國家的代表的時候 你走出來就要像 最近我們都很喜歡看的新聞 很喜歡看那些外交部官員 你有沒有見過一個外交部官員 出來代表國家說話的時候 就是襲衣又撞出來 那條胎又不知道什麼事 不見了那條胎 喇喇喇喇 頭也不疏 不會的 既然你能夠代表 你能夠領受這個身份 你就要執政自己的樣子 是不是 中國都一直在進步 越來越有這個sense 以前不是這樣 現在越來越有這個sense 所以一樣的 既然我們領受了這個道 我們的身份被稱為基督徒 我自己讀中學的時候也是這樣 我信主之前 無心向學 街童 搞來搞去 但一信主之後 我就告訴自己 我不可以再這樣 因為我現在是基督徒 自己壞不要緊 不要連累神的命 不要被人說 哇基督徒是這樣的 這樣的話 怎麼會見耶穌 所以由我信主那一刻開始 我就決定洗心革面 我要好好讀書 但對我來說 真的很不容易 因為從2到4都沒有讀過書 那一刻 全班就去找同學 借筆記抄 借功課看 然後努力去讀 我告訴你 我第一天開始讀書的時候 我媽媽看到我躲在房間裡 很久都沒有出來 我媽媽是擔心 以為我躲在房間裡 一定是吸毒 一定是不可告人的事 她就怒氣匆匆地 因為那時候我很頑皮 怒氣匆匆地衝進來 一衝進來 看到整桌都是書 在努力的時候 我媽媽的表情 我這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她是嚇到下巴掉到地上 然後靜悄悄地 一步一步向後退 然後很勢力地關上門 她害怕打擾了我的專注 後來她也跟我說 你知不知道 我真的覺得 你是不是吃菜藥 你也會讀書的嗎 是的 那段時間 就是因為信了主 覺得不可以再這樣下去 我花了差不多三個月時間 把我的成績從全班後尾尾 追到全班後第二 我只是輸給一個人 起都沒有辦法爬到她的頭 那個人叫吳正義 就是我現在的師母 既然我沒有辦法可以贏到她 所以我決定娶了她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要鄭重我們所聽的道理 不要隨流失去 這個道理是一個不簡單的道理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藉著天使所傳的 而且是確定的 所以凡是乾犯拔翼的都受了該德的報應 猶太人相信 神的律法是藉著天使所傳的 可能我們就說 不是摩西嗎 是 但是摩西在山上面 面對面與神說話 所以這些 有時候 希伯羅人會把神和天使 互用來使用 所以他們相信這個律法 事實上也是 這個律法不是摩西想出來的 人是很難 不可能想得出這個十戒 所以這個律法是神藉著天使傳下來 然後交在摩西的手上 所以他們相信這個是天使的律法 這個天使的律法傳給人的時候 是要人去遵守的 所有拔翼頂撞這個律法的人 都已經得著他們應得的報應 神是會審判的 律例頒布下來的時候 這個律例就不是一個空空的配件 就好像法律一樣 那個法律既然下來的時候 它就有它的威力在那裡 凡是乾犯的都有後果 就是這樣 譬如很簡單 我經常都用這個例子 如果沒有一條條例說不可以充紅燈的 你充紅燈有什麼事? 沒有事 是不是? 但是既然有一條例說不可以充紅燈 你一充就有問題 罰款、扣分、甚至吊銷牌照 這些就是它寫明的後果 你就一定會面對的 捉不到是一件事 捉到你一定是這樣 所以律法既然頒布下來的時候 我們頂撞我們拔翼這個律法的時候 一定是有後果的 是不會沒有後果的 是不會沒有後果的 無論你是誰都好 都是有效果 犯法就是犯法 這個我們也要明白 去到法庭也是一樣的 沒有情面可說的 即是你不能夠 你不能夠走到法官面前 和法官說 我一把年多了 一把年多不是犯罪的原因 乾犯了就是乾犯了 所以這個律例既然已經傳給我們的時候 如果我們乾犯的時候 就會受應得的報應的後果 就在我們身上 他說我們如果忽略了這麼大的救恩 怎麼能夠陶醉呢 所以律例既然這樣頒布下來 而律例最重要的核心是什麼呢 其實天使傳給以色列人傳給猶太人的這個律例 最大的核心就是告訴你 將來有一位救主要來 這個核心就是神要與人同住 其實整個律例在說的是什麼呢 為什麼神要頒布這個律例呢 就是因為神要與人同住 律例是預備人去迎接聖結的神 而這個神與人同住最高的體驗是什麼呢 就是尼錯亞要來 是真真實實的活在人間 尼錯亞要來 並且有肉身的形象活在人的當中 在這個舊約裡面 譬如以錯亞書寫得很清楚 是吧 必有同女懷孕生子 人要吸他起名以馬來來 這個神要來到這個世上 取得了一個肉身的形象 與人一同生活 而且是同女懷孕生子 這個是不可能的 超自然的 道成肉身本身就是一個神跡 這件事情要超自然的發生 神要住在人的當中 尼錯亞要來 來拯救人 解決一切千古罪的問題 這個就是整個天使傳於人的 這個律法裡面的總綱 所以如果我們分略了這麼大的救恩 怎麼能夠徒罪呢 就是說你讀了這麼久的聖經 聖經就是告訴你 救主要來 救恩要來 到最後你不理這個救主 你放下這個救主 你拒絕他 你不要他 你忽略這麼大的救恩 你怎麼能離開呢 是不是 就是你讀了這麼久的聖經 你讀了什麼呢 是不是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作者的意思 我們不能夠忽略這麼大的救恩 而且這個救恩是怎樣的呢 他說這救恩起先是主親自說的 後來是聽見那些人給我們證實了 這個救恩起初是主親自說的 起初是耶穌親自說的 耶穌親自表明他的身份 指明救藥裡面所說的一切的預言 都指向他自己 這個是主自己說的 後來主升天之後 就是見過他的人來去全港的 因為這個就是要回應前面第一章的時候 第一章說耶穌比萬有都更加大 那時候怎麼證明呢 怎麼證明呢 耶穌在世的時候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主親自說 是吧 他自己講道的時候親自說 然後見過主的人 後來告訴我們 但是口說無憑 是不是 所以就在後面那一節 就是神又按自己的旨意 用神跡歧視和百般的二能並勝利 因此與他們作見證 他們所說的不是沒有證據的 這個證據在哪裡呢 這個證據就是 就是神按自己的旨意 就是神隨自己的心意 用神跡歧視和百般的二能 這兩個中文很難分 什麼叫神跡歧視 什麼叫百般的二能 分別是什麼呢 好像重複了 但如果重複了 為什麼要這樣兩次寫呢 神跡歧視的英文就是science and wonder 這個science and wonder的意思就是 就是在一些記號性的神跡 什麼叫記號性的神跡呢 因為猶太人有些相信就是 如果來的是尼賽亞的話 必有神跡歧視除了他 特別是某些的神跡 是只有尼賽亞可以做到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 如果有人行使這一種science and wonder 就是這個 wonder 是帶著一個笑頭的 這個就是新約聖經裡面 很多人來到耶穌面前的時候 就問耶穌有什麼笑頭呢 你顯什麼笑頭給我們看呢 這個笑頭就是這些特定的神跡 這些特定的神跡包括什麼呢 叫死了三天的死人復活 他們相信先知也可以叫死人復活 不過如果超過三天 就只有神可以叫死了三天之後的人復活 所以你看到耶穌叫拉薩洛復活的時候 拉薩洛死超過三天 所以那個神跡一看到就 哇這個不是普通人 甚至他比先知更厲害 難到他是尼賽亞 這個就會引起人 這個是其中一個尼賽亞式的神跡 死後三天的人復活 還有就是叫這個 雅巴鬼被趕出去 新來核眼的德漢見 潔淨大麻蜂等等 這些都是屬於尼賽亞式的神跡 所以一看到這些神跡的時候 其實是很震撼耶穌的心靈的 所以你看到耶穌在地上 醫治大麻蜂的時候 開了雅巴的口的時候 那些人的反應是什麼 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 從來沒有見過人 可以有人叫生來核眼的德漢見 從來沒有見過人 可以將雅巴鬼趕出去 從來沒有見過人 可以憑著拳兵 吩咐叫大麻蜂得潔淨 這些神跡走出來 其實就是帶著一個sign 這個sign就是告訴我們 耶穌就是那位的主 異能又是些什麼呢 水變走就是異能 行走在水面上就是異能 這些異能神跡歧視 就是證明他就是那位 比萬有更大的神 所以其實在這張聖經裡面寫到這裡 其實作者是告訴這些 希伯來的信徒 就是說我們不能夠忽略這些事情 你們經歷過 你們看過這些sign and wonders and miracles 你看見這些神跡歧視和異能 又領受了聖靈的恩賜 還有這些百般的見證 四重的見證在裡面 見不見到 第一個就是神跡歧視 第二個是異能 第三個是聖靈的恩賜 第四個是和他們作見證 就是這些信徒的見證 這些使徒的見證 四重的證據 鐵正如山在你面前 你怎能忽略 怎能不理呢 這就是作者震動希伯來人的言詞 他們想逃避 逃避苦難 想跳回猶太教裡面 躲避這個風頭 但是問題就是 作者向他們指明 這麼大的救恩 你能夠逃脫嗎? 你能夠忽略嗎? 你能夠不理嗎? 你見過這麼多的神跡 這麼多的見證等等的時候 你能夠掩著良心跟自己說 不要嗎? 不理嗎? 不信嗎? 怎麼可能呢 所以今天我們都要一樣 我們都要堅定我們的信心 我們所信的神 是有真有活的神 我們在祂的身上 見過神跡歧視 見過耶穌的異能 聽過這麼多人的見證 所以我們要持守著這份信心 不能丟棄 這就是一到四節的 這一小段的總括內容 然後我們看五到九節 他說 我們所說 將來的世界神沒有交給天使管系 但有人在經上某處說明 人算什麼 你竟顧念他 世人算什麼 你竟眷顧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少一點 天使他榮耀尊貴為官免 並將你手造的都派他管理 叫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 既叫萬物都服他 就沒有聖下一樣不服他 只是如今我會還不見萬物都服他 唯獨見那成為比天使微少一點的耶穌 因為受死的苦 就得了尊貴榮耀為官免 叫他恩著神的恩為人人償了死微 第五到第九節 就是 將耶穌和天使作為一個比較 究竟我們人和天使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 這當然也是回應希伯來的信徒 因為希伯來的信徒 在他們信仰的漫長過程當中 慢慢他們都走向了一件事 就是他們都是去很推崇這些天使 因為尼卓等級都未等到 但他們都相信天使會在人間運行 所以他們就會追求一種神秘的知識 神秘的力量 究竟怎樣可以跟這些天使互動 在《救藥聖經》裡面也看到 他們的先祖阿伯拉罕 常常步以間接待到天使等等 所以他們都對天使取之若無 所以這個作者就要告訴你 如果你們要這樣去追求天使 你又回到猶太教裡面 又趨之若無地想等候 跟天使有些互動交往的話 你不要忘記有一個比天使更大的 怎麼說呢 我們用一個例子 就是如果你說 我認識長江集團的總經理 那就很開心了 有很多生意做 但作者提醒你 其實你認識了董事長 為什麼你有事不找董事長 回頭再找一個經理 如果經理也有這樣的能力 何況是董事長呢 其實是類似這樣的一個意思 所以他說 我們做基督徒 我們要有一個全新的世界觀 這個全新的世界觀是什麼呢 第一就是我們要認知 這個世界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 就是起初創造的時候 起初的世界 現今的世界 就是在起初所創造的世界 人犯罪墮落之後 我們就進入現今的世界 不過還有一個將來的世界 這個是基督徒的世界觀 當然是一個的世界 從創造到將來 都是一個的世界 都是天賦的世界 但是這個世界裡面 分為這三個時段 今天我們在現今的世界裡面 但是我們還有一個將來的世界 所以第五節 他就說 講到將來的世界 神母將將來的世界 交給天使來管轄 將來的世界是怎樣的呢 將來的世界是要交在人的手裡 來管轄的 所以他就引用這個詩篇 人算什麼 你竟顧念他 世人算什麼 你竟眷顧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 賜他榮耀尊貴為官免 並將你手做的都派他管理 叫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 所以這一章的聖經 我們要重新地去認識 人算什麼 其實這個是詩篇的45篇 人算什麼 世人算什麼 你竟眷顧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 前面去看的時候 我們就認為 詩篇也是這樣說 人是比天使小的 天使是比人更大 天使更有能力 但是不要忘記 後面還有什麼呢 就是 你設他榮耀尊貴為官免 並將你手做的都派他管理 叫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 但是原來這個比天使微小一點的人 是暫時的 他是暫時比天使微小一點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後面那句 就是因為神要叫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 要將神手所做的都派他去管理 所以你看到嗎 他說起初神創造天地的時候 人是滿有權命的 因為神要人去管理海中的雨 空中的飛鳥 地上一切的走勢 萬物都在人下面 被人來統領 但是當人犯罪之後 萬物造反 就不再聽人 人就好像失落了這個管理萬有的權命 但是將來的世界 這個起初的時候的權命和榮耀 要被恢復過來 所以後面他就解釋 既叫萬物都服他的話 就不會有聖下一樣不服他 意思就是 如果萬物都要服在人的腳下 將來的時候 其實連天使都會服在人之下 天使是服役的靈 所以我們不要將天使 放在耶穌之上 甚至 原來將來 天使甚至在人之下 當然講能力的話 天使給人實在太有能力 就得多 神在救命中 都可以派出一個天使 暫眼之間 十八萬的大軍都化為烏有 力量上 沒錯 天使給我們大 但是 將來在身分上 人要在天使之上 为什么呢 下一段他就会说到 所以我们要明白 天使与人之间的分别 我们再回到前面所说 其实刚才前面我说过 神让我们领受这个救恩之后 其实是要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 所以天使 重视他多大能力都好 但如果我们有基督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天使是为我们效力 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我们得着天使相同的能力 我们只会成为另一个撒旦 因为我们在能力当中骄傲堕落 但是当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天使会甘于服在我们的下面 成为我们的服事人的那个 所以你看到 第九节 《为度见那》成为 比天使少一点的耶稣 因为受死的苦 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 叫他恩着神的恩 为人人尝了死未 这个《为度见那》 比天使少一点的耶稣 这个中文呢 如果英文翻译 其实还有一个暂时的感觉 应该是《为度见那》 暂时比天使少一点的耶稣 因为神的恩典的缘故 祂替我们尝了死的味道 所以这位比天使更大的耶稣 其实是因为爱人的缘故 所以 taste the taste of death 所以祂尝死的味道 为要打破死亡 祂其实比天使更大 比天使更有能力 比天使更有荣耀尊贵与能力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 所以希伯罗人 不要放过 不要放弃这位神 紧紧捉住你的信仰 今天 我们每一个新约的信徒 都是一样 紧紧的要捉住这份救恩 要知道基督比万有大 基督比天使大 基督是为我们的缘故 甘心的谦卑下来 尝尝这个死味 好 我们再看最后一段 十到尾 原来那万有所本的 为要领许多的乙子 进荣耀里去 使救他们的元帅 恩受苦 得以完全本事合宜的 因为那使人成性的 和那得以成性的 都是出于一 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 也不以为此说 我要将你的名传重 与我的弟兄 在惠中我要重阳你 又说 我要依赖他 又说 看那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 他也照样 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特要直着死 败坏人 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并要释放 那只一生因怕死 而围绕的人 他并不救拔天使 乃是救拔阿波拉罕的后裔 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 为要在神的事上 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 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 就能答够被试探的人 这位的神 这位的主 这位的基督 我们所信的 我们的救主 他是元帅 他是万有所本 万有所属的 他为什么要这样 为人尝这个死尾呢 就是因为他要将 众多的人 一同领入去 神的国度里面 包括基督 包括我们每一个罪人 其实我们都是出于一 出于那位独一的神 出于那位唯一的神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 他取了人的样式 所以称呼我们所有的人为弟兄 在说什么呢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信徒我们有另外一个尊贵荣耀的身份 当我们信耶稣 接受耶稣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成为耶稣的弟兄 耶稣既然比天使更大 所以将来我们都要核管天使 我们不是在天使之下 我们是天使之上 耶稣在万有之上 我们成为耶稣的兄弟 我们都是万有之上 耶稣比天使更大 将来有一天 我们都会比天使更大 所以问题就是这里了 核心就是不要写本续末 这个诚语有点深一点 不要写本续末 既然我们已经捉住了更荣耀的 我们已经得着更尊贵的身份的时候 你有什么理由在这个时候 脱了这个身份 从头再来过呢 有什么理由在这个时候 你不要这个身份 然后从黑衣仔开始再活过呢 这个就是作者所要表达的 我们要知道 其实基督取了血肉之蛆 就是为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救拔所有这些在罪中的人 他并没有想着要救拔天使 这个当然所指的就是堕落的天使 所以其实这里也让我们看到 另外一件事就是 其实基督比魔鬼更大 因为魔鬼不过是天使中的一个 并且堕落了 所以既然在本质上 基督已经大于天使的时候 所以基督同样比魔鬼更大 所以这里也鼓励希伯罗人的信心就是 你不需要惧怕你所面对的这一切的苦难 你不需要惧怕魔鬼对你的攻击 因为有一位比他更大的 是跟你同一层 他是要把你拉上来 与这个耶稣一同坐在宝座上 所以弟兄姐妹 原来我们真是万有之手 原来我们真是与基督将要一同作王 将来的世界神是交在耶稣的下面 交在耶稣下面 但是耶稣视我们为兄弟 耶稣取了跟我们一样的样式 胜过罪 胜过死亡 所以他称我们为兄弟 就是因为耶稣称我们为兄弟 所以将来我们就凌鸽在万有之上 因为我们的长子 即是我们的长兄 已经为我们打下了一片的江山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要取了肉身 凡事跟他的弟兄相同 就是因为他要成为那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他要跟我们一样 就好像阿伦代表所有耶稣一样 他以人的身份成为大祭司 代表所有的耶稣人 来到神的面前献上赎罪制 为民除罪 以至到神可以住在当中 所以神看见大祭司 就看见耶稣人 大祭司担负一切的罪 来到神的面前 穿上大祭司的衣袍的时候 那份圣诫、荣耀、尊贵 就等同所有的耶稣人都享用 享有一样 这个就是希伯来书 对我们有时候是难明的道理 因为他会突然跳到一些 旧约的观念里面 旧约的耶稣人 见到大祭司的时候 就是予有荣燕 即是你见到一个 这么荣耀的大祭司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就知道我们是立于万国之上 在列国当中 从来有哪一个国家 有这么专贵荣耀的大祭司 他的衣着 甚至真是 我想当时可能很多军王都没有办法 胜过大祭司那一身的衣袍 戴着黄金的冠冕 上面写着龟爷和为胜 空前十二粒宝石 闪闪发光 代表十二支派的以忽德 肩膀上每边六粒宝石 所以你想想在中东 在一个三个之地 突然有一个全身白雪雪 金碧辉煌 有一个宝石光残残的人 在你面前 是多么尊贵 所以我们要明白 我们的耶稣就是这样的 一个大祭司 为我们献上这个挽回祭 所以他受事探受苦 所以他成为那个大祭司 他可以有这个职事 为所有的人赎罪 弟兄姊妹 我们已经有这位的祭司在我们前面 并且他以我们为兄弟 如果你在教育里面 大祭司以你为兄弟的时候 其实你就已经是利美人 或者至少就是十二支派里面的人 所以我们就是属神的国度 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救药的时候 神如何与以色列人同在 在旷野里面 任何的猛兽都不能接近他们 任何的敌人 耶利哥成在他们面前 都好像废堆一样倒塌 这位的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还有什么好怕呢 所以希伯来人 你们面对这些艰难 面对这些挑战 不要惧怕 因为有一位这样的神 已经在我们的前面 而且祂要以我们为兄弟 祂比万有更大 祂比天使更大 所以对你们要面对的迫迫 不要惧怕 因为我们有这位神 今天同样都是一样 今天在这个社会里面 我们面对COVID-19 我们面对经济上的冲击 我们面对什么都好 我们都要告诉我们 告诉自己 我们所信的耶稣 比万有大 比天使更大 Amen Amen 在主里面 我们知道 祂就是我们的盼望 祂就是我们的依靠 Zither Harp 我知他已遮住我 把水吸进我嘴 我相信 原理 我相信 射入他为我落开 痛苦已带着十分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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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出信息 我告出心情 只因为 我主意带着生命 我教主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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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 我吃 他已遮住我 把水已吸进我嘴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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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入他为我落开 痛苦已带着十分 我相信 你 我相信 我相信 我告出心情 我告出心情 只因为 我主意带着生命 我教主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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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我充当 我教主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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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出火车 祝我来宣告你就是那个活着的救主 因为你是十字架为我们流出的保血 我们得以结症 祝我一个 都是原始于爱 是多么的奇妙 她所做的一切 是多么奇妙 她所给我的爱 我无法解释 我就知道我尘是山 心被循环 忍着眼睛却看见 每当我生的这一切 就充满感谢 她所合作的一切 是多么奇妙 她所给我的爱 我无法解释 我只知道我尘是山 心被循环 尘下眼睛被看见 往事尘不胜射一切 就充满感谢 奇妙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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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知道我尘是山 尽被循环 尘下眼睛却看见 我让我想的这一切 就充满感谢 她所合作的一切 是多么奇妙 她所合给我的爱 我无法解释 我只知道我尘是山 尽被试为 省下眼睛却感情 每当我生的这一切 就充满感情 他所做 他所做的一切 是多么奇妙 他所给我的爱 我无法解释 我只知道我真是想 准备是会 省下眼睛却感觉 每当我生到这一切 就充满感谢 奇妙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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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知道我真是想 情被巡回 只剩眼睛却感觉 每当我生的这一切 就充满感谢 奇妙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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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当我生的这一切 就充满感情 情被循环 省省眼睛却感觉 每当我生的这一切 就充满感谢 奇妙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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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当我生的这城市上 情被循环 省省眼睛却感觉 每当我生的这一切 就充满感谢 奇妙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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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知道我城市上 情被巡回 省省眼睛却感觉 每当我生的这一切 就充满感谢 让我们开口感谢我们的神 失丧的甘备沉悔 神的救恩 这么大的救恩 我们若忽然这么大的救恩 怎能陶醉呢 神大的救恩 在我们当中 临到你临到我 为到神的救恩 我们的恨神献上 我们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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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借着希伯来书 你告诉我们 主要越发正众 所听见的道理 成为我们的感谢 我们的感谢 美国有五分之一教会 可能会永久关闭 因为当他即使是 疫情之后 封锁令松开了 但是教堂开放了 但是参加崇拜的人 都越来越少 随流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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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灵要借着希伯来书 提醒你 提醒我 我们所信的 我们会不会很轻易地去忽略呢 我们的生活 是不是和我们的身份相称呢 比如牧师刚才所说的一个例子 当他信了耶稣之后 他就愿意好好地去读书 我们的生活 和我们蒙照的因 是不是相称呢 如果我们是个学生 我们是不是真的好好地去读书呢 我们作为子女 我们是不是在子女的身份里面 我们作为丈夫 作为妻子 我们所做的 是不是和我们的身份相称呢 我们在各行各业的里面 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一个 当中 我们作炎作光 有一个好的 见证在当中 求主今天来光照我们 我们 我们所听到的话 无论在港台的讯息 我们的装备课程等等 我们所明白神的话 我们说 我们当中 有没有听进去呢 还是我们 刚犯半役呢 第二节说 反刚犯半役的都受该受的报应 去白来书 作者 很真实的 说出 这个信仰的重要 可以兴奋 要愿发正众所听见的道理 我们今天是教会的一员 我们是当中的肢体 我们用什么心态去参与崇拜 参与小组 接受牧养 接受装备 我们是否轻忽呢 你们都有的 有什么所谓 我们会不会忽略呢 越发正众所听见的道理 恐怕我们除流失去 圣灵我们今天来到你日前 只看到美国的这些报导 教会在开放之后 人流少 要面对关闭 祝我们 只是去检视 我们自己的心态 我们对于救恩 对于这个觉得 我们都不用怎么附带的 我们只是举下手 缺制 还得到这一切一切的恩典 我们是不是真的轻忽呢 今天你直着希伯来书 再告诉我们听 你亲自成血肉之体 你直着死 拜为掌死权 就是魔鬼 要释放那些一生 因因怕死 而为劳博的人 祝这个救恩是可等的大 可等的大 圣灵你在我们的当中 你帮助我们每一个 祝我们要珍惜这个救恩 我们的生活 要和你给我们的恩相情 在我们各个崗位的里面 作父母 作子女 作丈夫 作妻子 无论我们是学生 我们是教师 我们是哪一个职业 祝给我们 能够有美好的见证 给我们有美好的见证 祝你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珍惜 能够回教会的日子 让我们参与崇拜 参与小组 是用我们的心 来到你跟着 带着感恩的心 可以去投入 接受牧羊 都起来牧羊 愿意接受装备 能够在你的国度的里面 给你去使用 祝你来坚固我们 不去轻负这一切 不会觉得理所当然 甚至乎 轻贤 轻负 祝你来帮助我们 圣灵 我们求你来坚固我们 祝我们多谢你 好吗 我们都为自己的心里祷告 你知道在这一切事上面 哪一样 神正是提醒你 轻负 轻负 我们到神跟前 向神去祷告 求神你加力给我们 祝我们多谢你 在面对2022 一个很不容易的一年 但我们感谢你 你有你的话语来引领我们 你给我们有属灵的家 给我们有教会 给我们在当中 我们可以 即着你的话语 走在你的真理的里面 叫我们不偏离 而且今天 藉着经文 你告诉我们 不需要去害怕 等于牧师再跟我们说 因为我们的神 我们的耶稣 大于这一切 我们有这位 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他自己击避试探而受苦 还能够搭救一切被试探的人 我们面对这一切艰难 我们不需要害怕 因为耶稣已经败坏了 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可以不需要具怕 我们可以有指引 我们可以被保护 好吗 这个时候我们在灵的里面 我们为自己去祷告 我们进入这个真理的当中 我们在近深去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在灵的里面去宣告 我们所相信的神 是我们的弟兄 耶稣是我们的弟兄 因为从出于万物所属万物所本 神借着耶稣基督 要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的里面 他是我们的元帅 透过苦难 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得以完全 这个是我们所信的根基 我们在灵的里面 他将这些成为我们的信仰的根基 成为我们的力量 面前一切的苦难 我们都不需要具怕 因为耶稣已经直着死 拜坏掌死权的 耶稣是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他凡事受过事探而受苦 他能够搭救我们 因此我们在灵的里面可以刚强 因为因此我们在灵的里面 我们是万有之手 我们可以似搭仇敌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耶稣是谁 祝我们感谢赞美你 令我们能够得健康 祝我们在感恩的里面看到我们自己一切的福分和恩典 祝我们就越发正众给我们的救恩 祝我们感谢赞美你 在面对2022的时候 不只我们自己能够站立得住 我们更加可以起来 用耶稣这个弟兄一起去知道 去见证 告诉这个世代听 祝我们这个世代是有光的 我们这个世代是有出路的 我们这个世代是得救熟的 祝我们感谢赞美你 兴起我们 祝我们是在同义生牧师所说 兴起我们 兴起我们每一个 兴起你的教会 兴起香港 兴起全地的教会在你的当中 成为这个的方舟 祝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你的救恩实在好得无比 多谢你 听我们的吐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希望来书第二章第一节 所以我们当愈发正众所听见的道理 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第三节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 怎能徒罪呢 我们要愈发正众所听见的道理 不要让这些道理在我们生命中随流失去 我们一起来为我们自己的信心来祷告 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 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 主耶稣让我们知道 你是那位远超越万有之上的神 你是那位比天使更大更荣耀尊贵的神 你是那位满有能力的神 但是你也是那位忠信的大祭司 主耶稣让我们用信心持守 主耶稣当我们面对艰难 当我们面对冲击的时候 主耶稣让我们上上回到我们的起初 上上回到我们信心的根源 主耶稣我们要认定你 你是那位在万有之上的神 你是那位比天使更大的神 你是那位忠信的大祭司 主耶 任何东西跟你相比都不值一提 主耶 你帮助我们的信心在我们的里面刚强 主耶 我们不要追逐这个世界 因为世界会过去 主耶 我们要得着你被我们荣耀的产业 主耶 因为将来的诸世界都在你的下面 主耶 我们要与你一同坐着为王 主耶 求你放畅我们的眼光 主耶 让我们能够得着这份荣幸的目光 以至于我们今天面对困难的时候 心中不惊慌 不惧怕 不震动 因为知道 你必与我们同坐 主耶 我们就什么都不用怕 主耶 我们多谢你 听我们的祈祷 奉耶 耶稣基督的命 阿们 感谢主 我们今早神祷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